住在高雄的張先生 過去發現口腔有白斑狀變異後 就戒菸戒檳榔 沒想到20年後還是罹患口腔癌 不菸不久也不吃檳榔的黃先生 則是因為上網購買牙套佩戴 導致舌頭潰瘍 長期下來竟然罹患蛇癌第二期 他們兩人都是屬於非典型口腔癌的一員 根據統計 全國每年有8200人左右被診斷為口腔癌 其中有高達15.46%屬於非典型族群 由於患者因為不菸不久也不吃檳榔 自認非高風險族群反而容易忽略口腔的變化 導致延遲就醫 癌症專家立法委王振旭 因此召開記者會提醒國人注意 目前非典型口腔癌的人數過去這幾年來其實是在增加當中 增加了將近3%左右 佔非典型口腔癌的第三期跟第四期的病人數會將近到有45%左右 意思就是說這群沒有抽菸 沒有吃檳榔還有沒有喝酒的這些相關的口腔癌病人 事實上他診斷的時候10位裡面有將近5位 已經是在第三期或第四期 整個治療來看的話 相對來講他的風險 腐化的風險或是對他生命的影響風險相對是高的 更特別的就是剛剛我們提到很多有煙瓶酒的這一群口腔癌人 同樣有醫師背景的立法員陳金輝則指出四大風險行為前腸非典型口腔癌的危機 包括口腔衛生不良 感染人類乳突病毒 及反覆口腔潰瘍 其中愛吃過燙食物的民眾更要注意 比如有假牙的刺激或者是口腔衛生不足 常常有蛀牙愛吃過熱或是刺激的食物飲料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HPV的感染 HPV的感染隨著我們現代人性生活的各種樣態愈來愈多樣化 所以他也被頻繁的發現到出現在我們的口腔細胞中 那本來是一個婦產科跟泌尿科比較重視的一個病毒感染 但也逐漸的感染到口腔 所以也會造成我們非典型口腔癌的病因之一 中華民國口腔二面外科學會理事長林冠舟也分析 非典型口腔癌患者可能與基因生活品質不良 及身處高壓工作環境有關 癌症希望基金會副董事長羅勝點則建議六種自我檢測的方式 第一個如果你有假牙的話就把假牙把它取下來 然後去觀察假牙取下來之後整個牙齒內部以及牙齡 會不會有什麼樣缺損黏膜異常的情況 然後你有時候也可以稍微上二傾斜來看看上二有沒有異常 然後甚至有時候摸摸看口腔的夾部有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的腫塊那甚至伸出舌頭看看口底舌頭有沒有活動的異常 或者有不正常的一個腫塊 牙醫師對相關症狀的敏銳度 鼓勵佩戴假牙的患者定期回診 同時也建議篩檢標準增加非煙非酒的患者 出席的衛福部口腔健康師師長張永敏說明 政府的作為包括製作口腔保健宣導影片及手冊 廣發各縣市衛生單位鼓勵民眾六個月做口腔檢查 高風險族群則縮短為每三個月一次 未來也計劃召開專家會議研議 強化跨部位合作以精進口腔癌照護 保護國人口腔健康 預防非典型口腔癌 四不一時 記者張祺騰 台北報導